上课的东西云端上都有放 那理论上的话呢 我们上一次上课就是 其实比较重要的都包含在这里 档案处理跟资料库 那里面的话呢 当然呢 我们前面有 比如说建专案的一个流程 说明 那其中的话呢 资料库部分的话 你可以往下找 那在这里的话 基本上就是放在这里 那我们资料库部分的话 是从 从这边开始 输入那个 这应该是从资料输入 输入那个成绩部分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把一个 就是 资料呢 当然比如说我们之前 有做一个练习 就是把成绩输入到资料库里面 那这个成绩里面的话呢 当然 怎么样把成绩写到资料库 那当然因为你要 如果要做个查询系统之前 你还是要先把那个资料写到 资料库才有办法做查询 那要怎么样把那个 资料写到资料库里面呢 我是先用那个 就是 Python里面先 先试乱看看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是 等于是 在Python里面乱 那你可以怎么样 首先 当然第一个 就一定要 import那个 SiccoLite3 这个模组一定要把 import进去 如果没有import它的话 后面呢 你就没办法去连线资料库 那其实最重要的 它就有点像 穿针引线的角色 就是import它 然后利用什么呢 利用这个 利用它呢 去帮你 Connect这个什么呢 特别后面有一个资料库 那这个资料库名称的话 就是如果它不存在 那 这个Python就会自动帮我建立 那如果它存在的话呢 那它就会直接连线 连它 那里面资料库 那利用一个资料表 建一个 我们需要的资料表 资料表名称的话 叫ScoL 这个ScoL的名称 那 再来的话 建立一个A跟B的一个 那个栏位 栏位名称 栏位的形态就是都TESLA TESLA好处就是说 反正我建立之后 就可以放任何东西 但是如果即便是放数字 反正把它变文字 不过将来你只要注意的时候 如果你把它抓回来之后 自动再转型就OK了 那我们可以成绩跟姓名都放进去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好像上次上课是有把它 就是资料都写过 写进去 再把它查出来 查出来的话呢 关键的地方就是说 一样去连那个资料库 所以特别重要 资料库一样是连 然后呢 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呢 我去连那个资料库之后的话呢 我会丢一个什么呢 丢一个那个语法给他 这个语法的话 就是这一串语法 SLETE 特别重要 所以你要建查询系统的话 一定要学会那个这个语法 后面多加一些东西 就是SLETE后面呢 所有这个所有大纸 是所有 所有什么 所有栏位 from什么呢 from那个scope的资料表 也就是我从那个资料表 帮我把所有栏位捞回来 但是如果说你将来呢 要做一个关键字查询 你这边后面可以再加一些东西 那那个关键字的话 就是会有 会有意思 会有后面加一个栏位名称 就是哪一栏 比如说你 你要针对姓名部分的话 会有姓名 那姓名因为是文字 所以他比对的方式用like OK like什么呢 like后面就是关键字 那你如果想要把那个关键字放进来 也许你可以透过一个表单 比如说我今天可以让他输入 表单里面可以输入一些东西 然后呢 就让他填一个查询关键字 他把那个关键字带到like里面的话 最后我一样可以把结果 给查出来 那查出来当然 我们这边是把它print这两列的资料 当然未来如果你把它放在Jungle里面的话 一样 只是说你可能要把它设计成表格 这个表格部分的话 也是之前那个99折马表讲的 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就是这个 表格里面的这个标签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 查询出来的东西 可以看起来就是一个表格 那这个查询该怎么建立呢 所以请各位呢 也许把那个 上一次上课的东西 重点再回顾一下 那待会我们就把 刚刚讲的这部分 再延伸 加上那个 也许改成什么呢 改成那个 就是会员系统吧 又恢复成那个上上礼拜之前的部分 所以也许啊 也许啊那个 我有把那个 三支三部分 也许你们可以再把相关东西 这里的环境也恢复的话 那当然我们就把 趁这个机会再复习一下一些 比较重要的部分 第一个当然我们就是 一定要先把那个 就是建一个专案 那我想建一个专案 我是把它放在Loop的这个project里面 那当然呢 会分成几个部分 比如说我今天要把东西查出来的话 那我大概秀一下 因为第一个 我把这个专案Rump起来之后 那其实啊 我的习惯是Rump完之后 底下会跟你讲说 The Page is not the fun 那不过它会列出说 你现在建的那些UIL 有哪一些 那这个UIL里面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要输入的话 我记得好像名称 因为名称最好取一个 自己也记得起来的 它是SkullDB吧 我记得好像SkullDB 是不是就是输入啊 输入 Enter一下看一下 跟这一样应该 跟这一样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才对 那这个的话呢 它就会让我们可以有一个什么 输入的界面 输入界面里面的话 就是有乘期啦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AABBB 然后假设 我好像已经输入几个 我试一下 按送出 它会跟你讲说 成绩输入成功 OK 那这样子的方式就是说 我有点像进销存系统 反正我进货我就输入 进货我就输入 那不过 未来也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你可能不能够一个一个慢慢输入 因为你是整笔的 假设已经有一个 一个资料在Excel里面 那这个资料已经在Excel 你不可能把Excel列印下来 然后再慢慢手动去key吧 所以呢 你可能会需要批次输入的这个 那批次输入的一个界面就是说 他不用一个个慢慢输 但是他需要把档案呢 读出来之后呢 一个一个的写到 诶 资料库里面 那这个叫批次输入 也就是说 他可以把Excel的档案 转变成资料库 诶 那比如说Excel的档案 怎么变成资料库 诸如此类的 那我们可以利用 那个我云端白板上面有个 Member吧 或者会员系统 假设这个会员资料好了 这个会员资料呢 它是云端Google的那个 Google的那个四串表 那其实Excel的四串表类似啦 那假如说我今天呢 希望把这个档案 把它整笔的 诶 这边所有东西哦 目前是这样一笔 不过你不可能说 你今天设计一个表单 然后呢 让它输入 一个慢慢输 那这边这么多笔 你可能要输入很久 所以呢 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档案 也许待会可以下载下来 那一般下载的话 有好几种格式啦 有XML 就是那个XLSXX Excel 不过我是建议啦 如果单纯一点的话 你干脆下载成CSV好了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什么 把这个 Excel的资料 能够批次的帮我写到资料库 诶 这要怎么做 也许待会我们可以 衍生性再来看这部分 所以待会也许你可以 把这个CSV下载下来 那其实CSV的格式哦 虽然你点两下打开 它还是用Excel 但是会有个问题啦 它里面 会是乱码状态 为什么呢 基本上哦 按右键 我前面好像有讲过 你可以用什么 用编辑的 或者用开启档案的 你可以找到记事本 那为什么是乱码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你用记事本打开的话 它居然不是乱码 那主要原因是 那主要原因是 那个记事本 它有支援那个 UTF8 也有支援那个 微软的 ANSI 就是CP950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 为什么它会乱码的话 好像前面是不是有讲过 都类似的 另存新档一下 你可以用记事本开启之后 另存新档之后呢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编码方式 它如果是Google的东西 或者应该叫 非微软的东西 它就是叫UTF8 慢慢习惯一下 因为这是其他老师的 那个把它设定了 我现在改不回来 算了 暂时先用它一个箭头 以前用红笔 现在变绿笔 一个箭头 没插了 知道就好 那也就是说呢 因为Excel是微软的 那微软它不是UTF8 也就是其实很奇怪 现在就只有微软最不合群 会造成 那个乱码的问题 应该都跟微软有点关系 怎么说呢 因为所有的环境 所有其他的阵营 都用UTF8 但是呢 微软它就是不用UTF8 所以以后你看到乱码 你就在想 又是那个害群者 也不是啦 就是 不过因为微软它有它的 应该要坚持吗 还是说它的包袱呢 还是因为它是最大的 因为微软它在那个Windows上面 应该是无可撼动的 目前来说没有一家公司的产品 可以取代它 那在Office上面也无可撼动啦 因为没有即便你免费 你还是没有人要用 还是要用Office 付点钱还是一定要的 所以在这种趋势下 它就是有坚持 所以假设你如果要在 Essale里面不要试乱码的话 就是把它改ANSI 其实就可以啦 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在这里 在什么PHP 在其他环境 都一直重复上演 所以你以后不管怎么样 反正看到乱码 你就要想到 你要不就把它改UTF8 要不就改ANSI ANSI其实就是 我们一般 Python里面CP950 那你把它改了之后 再储存 把它储存掉好了 储存之后的话 你把它关闭 假设你希望在 Essale里面没有乱码的话 有没有 马上就没有乱码了 OK所以就符合它 但是呢 你符合它之后的话 你将来要放到 那个Python里面乱码 就不符合了 变Python里面乱码了 所以你知道说 这边用ANSI 如果你以后呢 这个档案 要给Python用的话 记得哦 你又要再把它改回来 OK所以这边的话呢 记得哦 再把它另存新档 如果你这个时候呢 是要给什么 给那个Python 就是非微软阵营用的话 这部分可能要把它存档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就把它再关 就把它恢复啦 记得就是 只是要 用那个 这个CPG 就用那个UTF8好了 那接下来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结构是 中间它一定是斗点分隔 所以呢 其实如果我要把它P次全部写到资料库里面的话 那你可能要记得哦 那后面我有讲到 在云端上有 就是说你要能够跑一个回圈 然后怎么样呢 跳过这个不要 因为这个是栏文名称 从第二列开始 切割开来 直接insert into到 它的那个资料库 所以待会我们要练习怎么样 不是一笔一笔的哦 不是像那个之前上课的一笔一笔 而是什么 P次的 那P次里面这边有50笔 那我们第一个可能就是 P次把这个会员资料 写到那个 呃 我们的资料库 第二步的话呢 再做一个查云系统 OK 那这要怎么做呢 当然哦 在做 P次之前可能要了解 就是说呢 哦 那个单笔哦 所以其实 它也是从单笔 衍生出来 就是说 多一个回圈 就是读一笔 然后写一笔 读一笔 写一笔 读一笔 写一笔 哦 这种方式 啊最后当然呢 我们可以再把它查出来 所以最后 我假设了 我要再 那后面的话 当然我们会衍生另外一个 就是说 写进去之后呢 假设我已经 把这个资料呢 全部写进去 那我接下来就要做什么 把它全部查回来 那查的话 我现在是全部查 它现在全部都查回来了 而且外面空一个表格 可是呢 现在如果我今天 只需要某一个人的哦 或者姓什么的 或者名字叫什么的 我只要查其中一笔资料的 那这地方的话 就需要关键字查询 那请各位呢 试着把那个 就是上一次上课的重点 那其实 因为我这边环境也是恢复了 那我也是跟各位一样 因为我这边没有存到档 所以那一台已经没有东西了 那不过我发现 我发现云端的好处是什么 其实你只要知道什么 按照那个步骤 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就完 所以我刚刚 其实我刚刚也只是复制贴上 就可以完工了 但是你要知道说 你要复制哪里 贴到哪里 OK 那如果你都复制贴上OK的话呢 基本上呢 要把这个系统全部 重新建立起来 应该没问题 像这个 第一个UIL嘛 我就把这个UIL这一段 把它贴过去 贴到哪里呢 贴到UIL里面 所以你要知道 就贴这个 贴这一串贴上去 贴贴 这个是UIL部分 那不过UIL贴上之后 你要记得 它这边会 会去执行哪一个view 所以你要把这个view的名称 搬到上面 因为它必须要import它 不然会出错 另外把view也贴 贴贴 所以我是照贴啦 但是贴的部分的话 有一个部分可能会出错 就是你贴上之后 因为它要引用到那个SQL line 那所以呢 记得哦 如果出错的话 记得上面要什么 要import这个SQL line 那另外还用到一个OS OS是要去抓那个 我资料库 放在哪里的那个 就是相对位置的 那个位置的模组 所以这两个 可能要也一并 把它汇入进来 如果没有汇入的话 也会发生错误 那请各位试着把那个前一次上课部分呢 稍微重点再回顾一下啦 那其他的话还有就是 那个修改跟删除部分 这个上面也有啦 所以我想自己再把它完成 再来就是说呢 把会员系统 会员系统 这边这个会员系统的话 要不就是你去下载那个TST啦 或者是CSV 那下载完之后呢 等一下我们就教各位怎么样 把它做批次写入动作 那怎么去做批次写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待会的话我们就是 把那个会员资料呢 先下载下来 但是呢 我要怎么样可以让它 快速的变成资料库 OK 所以这部分要学会一个批次 批次写入的动作 的话